我们接下来从细部的个股当中来看了 请明哲来帮我们看一下 那在个股当中 美国的超级财报 就要怎么跟台北股市的概念股 来进行联动呢 没有错 事实上刚刚汉伟有谈到 就是那个财报感觉 那个获利的走势 并不是说非常的一个理想 但是还好就是我们跟他们联动性 最主要还是集中在电子股上面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大概简单先跟大家提示几个重点 就是在未来两周当中 你会一直不断听到超级财报这个名词 因为在未来两周呢 大概会有1570家的公司要公布财报 那传产股的部分 大概我们会集中 稍微跟大家简单谈一下 道琼的成分股 那这些道琼成分股 它都会是在盘前去公布财报 所以它影响的是当天晚上 美国股市的走势 那另外的电子股的部分 则是在盘后 它会去公布财报 就是我们开盘之前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到时候可能就要请 大家要锁定那个非凡新闻台 还有大家会帮他锁定 这个所谓的这个盘后的 那股价的一个表现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呢 我大概觉得 大概几个重点 就是包括布局本季 比上个季度还要做成长 那下个季度 比本季还要成长的个股 那以及明年会持续成长的一些个股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的一个族群 是要特别去做留意的 那首先我们先从这个 传产类股来看 当然 传产类股大部分都跟我没关系 包括连现在麦当劳 台湾的麦当劳 也不是美国的麦当劳 但其中有一个要特别留意的 应该是在10月23号 就是礼拜三的晚上 下个礼拜三的晚上 波音的部分 因为它是道琼最高价的成分股 那道琼它是价格加权 所以你价格越高 你对于指数的影响越大 那基本上它在上个季度 其实表现是蛮差的 是负了5.82 但它之所以会表现 那么差的原因是因为 那个时候有很多空难 所以它那个波音737被停飞 所以那个时间点当中 造成它单季是承证亏损5.82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第三季就是上个季度的部分 它大概可以赚2.15 到下个季度可以赚3.19 那在明年的部分 大家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它今年大概赚3块多 因为它这个赛亏太多了 但明年可以跳到23块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那时候股价表现 它就会直接牵动到 整个道琼工业指数 对那以及国内 当然因为航太股不多 就不花太多时间 所以从这张图 只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波音有可能 因为获利好带动美国道琼 所以道琼在下个礼拜 这个时间点有可能会都 对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想 我们就进入到 再来看一下科技股的部分 那电子股的部分呢 当然其实我觉得 大概有几个部分 我们先把它稍微看一下 就是在下个礼拜 这个是10月24号的早上 就是礼拜四的早上 第一个我想我们要看的 可能是Tesla 它的一个财报的表现 那刚刚其实他有谈到 对 它的展望上面 其实稍微比较差一点 那的确 它从第二季的负0.36 到第三季的负0.41 可是第四季转正吗 对那但是第四季 分析师的普遍预估是 它可以赚到0.38 那去 应该说今年的全年 它大概是亏3块半 但明年的部分 分析师大概预期 它可以赚到4块钱以上的一个水准 当然Tesla 其实最大的风险 应该是来自于他老板 马斯克 对那不是车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现阶段市场的共识 是认为它明年可以获利的情形之下 我倒是觉得 当这个利空消息出来 因为它还是亏钱 所以相关的概念股 可能还会有往下压一波的机会 但是用这个利空来彻底 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格局来看的话 实际上我倒是认为说 在这一次的利空彻底结束之后 原本那个像什么茂联 像这个什么核大 这些股票其实都已经在低档 躺很久的状况之下 我倒是觉得说 大家也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有没有机会开始去做翻身 那另外在比较大型的股票 包括微软跟intel 这个两家当然是以PCNB的市场为主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它的财报就是表现平平 它其实就告诉你PCNB的市场 就只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倒是大家也不需要有太过 针对这个族群有太多的期待 那至于说亚马逊跟这个 这个Google公司阿发贝的部分呢 基本上明年跟 今年跟明年的一个获利 其实还是都能够维持在一个相对高峰 不过这个国内的相关族群 大概也只有这个伺服器相关的族群 所以我认为5G的一个题材 当然除了所谓的 我们当之前所谈到 不是说台积电他们谈到的5G的一个成长 或者说是在明年的一个成长力道 那以及在 接下来下个礼拜 亚马逊跟这个阿发贝公布财报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能不能带动5G的个股 再往上去做攻击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比较重头戏的一部分 应该还是落在半导体 那实际上半导体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刚刚讲了很多台积电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其实大部分还是只有台积电 一家自己在做成长 你看德州仪器 它上个季度赚1.36 这个季度赚1.42 但下个季度 就现在看到这个季度是1.28 所以不是每一个半导体都在成长 不是所有的半导体都呈现成长 所以以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这些个股它们的表现 当然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 这个所谓的一个台湾相关股票 股价表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 像恩智普 它是以这个AI相关联工智慧为主 所以包括像世新像创意 这个礼拜其实表现比较强劲 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态存在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10月底的苹果 那上个季度2.18 这个季度是2点 应该说是上个季度是2.83 再上个季度是2.18 但下个季度就是10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 因为它可以赚到4.43 因为它的销售状况 比大家市场预期还要来得好的时候 从这里成长到这里是三成 从这里成长到这里是五成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倒是觉得 整体平盖类股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些 相关来讲比较低一期的股票 这个显点当中都有反应的机会 好 非常谢谢明哲 我们先请明哲回座 刚才讲到的确有一些 道琼的个股为什么要看它的财报周 是因为它很容易牵动道琼工业指数 那科技类股的部分呢 跟我们台湾的电子股比较息息相关 所以谁好谁不好 真的是一目了然 那您在操作相关概念股的时候 也要特别的留意跟追踪 那当然扫描完整个大环境的状况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针对未来一周 在这个投资组合里面 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部分 冠青先来帮我们看一下 我想当然这个第一档 我们跟大家谈到是这个 3.03的一个建核心这一家公司 事实上这家公司在这个上个星期的走势 相当的有趣 上星期有一天呢 应该是礼拜三吧 说出一个相当相当长的上影线 好 先看日线 这个一步呢 那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这个好像一度要突破 可是呢却又没有办法突破 可是呢你可以发现到 它的底部是呈现一个 比较越电越高的感觉 49.6 那在礼拜五的收盘价 我这边看到是48.6 说真的还有 应该说还有一块多左右的一个差距 那当然为什么它能够在当天 拉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呢其实市场在讲到说 这个华为基地台 事实上这家公司大家比较少 少看到是 大家都是车用的 车用连接器嘛 事实上如果说以华为基地台来讲的话 事实上它之前从华为啊 它跟华为的合作 从4G基地台的连接器 到海外输出的智慧电站 跟华为都有合作 那当然呢 华为在海外有一些地方 可是现在可能会担心说 是不是人家不用华为的东西 可是你又从最近新闻看到 好像因为华为 这个东西比较便宜啊 有一些外国的公司 它根本就不会去 外国的一些 应该说有一些国家 它根本不管你 这个美国讲什么 我就是要用华为 你有怎么样 不然你要放狗咬我吗 那以这种情况之下 也使得说 其实建核心跟华为 不管合作在4G的基地台 到5G的基地台 甚至到所谓海外电站 这边呢 其实未来的一个出货 都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另外车用客户 其实呢 我们这边有提到 包括呢 这个特斯拉跟中国中车 中国中车 以前就是这个南车北车 合并就变成中国中车 那种做铁路的 这本来就是这个 建核心的主要客户 还有包括当然特斯拉 这大家都知道 特斯拉现在到上海去设厂之后 其实未来的一些 比较平价的一些车种啊 理论上呢 应该卖的更好 机会很大 那前三季的EPS 其实今天也不过才10月多而已 他已经公告了 他前三季呢 自己估的EPS啊 最后的每股盈余是 每股盈余是2.09元 看起来算是相当不错啊 那我们刚提到 他主攻除了我们刚提到 车用啊 还有包括家电 家电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就算占比多少也没有用 另外就是我们刚提到 绿能电工部分就是可能 可能比较属于这个 属于这种包括跟基地台部分的 那他也布局到一些高技术的门槛 尤其是大电流的一个联系器产品 其实先前 他跟特斯拉的合作 就是在于充电枪的部分的一个端子 这是由建核心来做提供 而且呢 摆脱了传统端子市场的一个竞争能力 其实我们台湾 还有几家做端子 我是不好意思把名字点出来 那个 财报太难看吗 股价都剩个位数啊 这以前股价都六七十块 现在股价剩个位数 只有剩下建核心 现在的股价呢 是一度的将近要逼近到50块钱 那另外一档股票 我们提到是8081的智新 我想这家公司是大家比较少见到的 这个所谓的去门化概念股 其实他第三季的营收部分 先前我如果没有记错 他第二季法说 他讲什么 他说第三季应该比较不好 结果完全不一样 他第三季竟然营收 交出一个历史新高 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他有去合并了一家公司 叫做雷比科 可是呢 说真的 你就要把雷比科去掉 他第三季还是非常的好 因为CPU的供货缓解 因为英特尔先前 高阶制程卡了太多 那个CPU做不好 他本身在做 智新本身在做这所谓的 Notebook的一个电源管理IC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过去电源管理IC 其实呢 多半大家都跟谁买 都跟德宜都跟安森美买 甚至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司 都是跟美国关系很好的一些公司 可是呢 中国现在在去美化 你可以想到 我们先前在这个节目 跟大家讲过 易龙店 易龙店 以前做那个触控IC 还比较少人买 现在连华为的平板 都跑去用易龙店的触控IC 所以呢 这智新部分 它也是受惠到中国的去美化 一些转单的效益的部分 另外在新产品部分 它布局什么 它布局这个 所谓的光区 音圈马达 VCM 这个镜头所用的VCM里面的驱动IC 还有包括光学防手震的元件 为什么 因为多镜头市场之后 事实上你看到 这些多镜头 它要交互运用的情况之下 如果呢 这个音圈马达没有弄好 我相信故障区 应该是变得非常简单 因为以前只有一颗镜头 现在要搞到三颗镜头 而且呢 我们给它看一个数字 我们直接跳到下一个数字这一页 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数字 这叫什么 它几乎每年所赚的钱 它都配现金给你 这公司是非常非常的大方 而且表示说这公司 我们多半是这样看 我们学财务的人来看 这公司的盈余是非常扎实的 而且有时候还多配 因为公司有钱嘛 对 它不怕你多拿钱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公司 我想呢 我们看到这种去美化的 什么利基 易龙店 甚至这个礼拜五周盘创新高 叫什么 叫细创 这都我们都提过 每个人都知道它去美化 比较少知道去美化的 8081的一个智新 我想也是值得下周留意的重点 好 看得出来台北股市 还有很多多头的火种 那下个节目回来 我们要继续请汉伟跟明哲 再来帮我们看一下 到底还有哪些个股 有机会担当下个礼拜的 强势主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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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